午饭 这个是鸭血炖豆腐 这个是冬瓜汤 冬瓜海米汤 早上好 高周眼 听着外面熙熙烈烈 好像还在下 这雨连下了一个礼拜了 看看 这个就是那个金刚纱的纱窗 这是还是咱喵喵的杰作呀 看看吧 这也是他干的 一会再看 等会再修 哎呦这雨下了一个礼拜 我的花都没端回来 这样浇着 不会浇坏吧 喝着一个 厨师 喝着一个 厨师 泡 泡五分钟以上 一晚上的时间 我再给你们看看这个纱窗啊 这都是 都是咱们 妙妙给搞的 看看 就又成这样了 哎呀我感觉我已经放弃抵抗了 你把它弄好吧 它又给你挠开 弄好了又挠开 那客厅内纱窗也是一样的 我现在真的已经拿这个猫没办法了 刚才在这趴着 你看我卸纱窗 你 我真的想揍你 这这 我要不让我放弃抵抗算了 这一下天 我不开窗户也不现实啊 这两天是因为外面一直在下雨 然后这温度还可以 家里边也就是22度 不开窗户还可以 那等到再过一段时间 这热起来了怎么办呀 唉 气死了 每天就不停的修呗 还好这纱窗修起来也不麻烦 但是这个沙网 已经被它挠的 已经快不行了 我最近我还 因为我这几年不是都不在家吗 我也不知道那换纱窗的 哪有 实在不行就把这沙网给换了算了 换成那种硬一点的 钢丝的那种 但是那个也不行 我客厅的那个沙窗就是换过的 就是那种硬一点的 它还不是一样给挠开了 我到底该拿它怎么办呀 我到底该拿它怎么办呀 唉 气死我 我压根儿痒痒 其实它犯错误的时候你惩罚它它是知道的 就是不改 但是我错了 我就是不改 我就是不改 最近在家呀就是感觉 这个身体总是没有劲儿 天天都是那种 浑浑噩噩噩的状态 就怎么睡也睡不醒 然后就浑身都没劲儿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其实是 就是体内湿气比较重 所以从昨天开始 我就开始喝这种 叫五指茅桃福林茶 哎 你别说昨天晚上 冲了一包 它是这种的 代泡茶 昨天晚上冲了一包 大概就是冲了 四遍左右吧 昨天一晚上就不停的要起夜 要上厕所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明显就感觉这个腿啊 轻松了不少 所以我今天其实起的还比较早 就是不到七点我就起来了 完了因为带着Lucky下去六弯嘛 外面又是湿的 回来又给它收拾 现在是八点半 今天呢 我反正家里头现在是每天 每天收拾吧 每天都收拾的是 完了又是那样 就是你花再多的时间 花再多的精力 你去打扫它 打扫完以后 那猫啊狗啊一弄 再加上我自己那些 现在是一冷一热 前两天还三十五度三十六度 这两天一下又降到十七八度 那衣服 就是 一大堆衣服都在那放着 也不敢收 所以就是 哎呦怎么也不知道一天干了些什么 早上起来没一会天就黑了 但是这个茶我觉得 我倒是觉得 真的挺好 我喝了以后最起码这个 就是之前那种浑身酸软酸困的感觉 现在有一点 有一些环节 因为我就昨天才喝了一包嘛 慢慢的坚持喝下去看看 能不能对这个就是排湿啊排水肿啊 这个功效看看会不会持续 这样子呢人也就没那么累 所以能干的事情就多了 那前两天总是觉得累 因为猫溜溜溜狗 就觉得好像整个人的这个 精气神就完全没有了 准备做饭 哎呀现在也就是 每次做饭的时候才敢开窗户 要么才不敢上来 今天我要做 鸭血 豆腐 水豆腐 这个 冬瓜 冬瓜 水豆腐 这个 冬瓜 这个嫩豆腐是真嫩的 鸭血和豆腐 一起放进去 冷水下锅给它焯一下 加点 料酒 加点盐 这焯的时候 最好不要动它 不然就容易焯烂 留成风景 可能再也找不到 愿意相信的人 可能穿越了彷徨 脚步才能坚定 可能武当山道上 无人虔诚叛荡 可能肘肘小巷 里忽然忘掉年轮 可能要多年以后 才能看清曾经 可能在当时身边 有少温柔眼睛 可能心安沉沉 想有人誓言不分 可能要去到家里 才算爱得认真 可能谁说要 陪你牵手走完一生 可能笑着流出泪 可能终于有一天 刚好遇见爱情 可能永远在路上 有人奋斗成心 可能一切的可能 相信才有可能 可能拥有过梦想 才能叫做青春 母饭 这个是鸭血炖豆腐 这个是冬瓜汤 冬瓜海米汤 今天这米饭蒸得不好 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做过饭了 今天这两个味道都不错 我这些鸭血炖豆腐 是改良版的 人家一般不加肉末 我加了肉末 这个拌米饭简直是绝配 真好吃 这个汤里边有冬瓜的清香味 还有煎蛋的香味 还有虾皮 味道也刚刚好 不咸不淡 就在这样的天下 我吃出了一身汗 我吃就我要吃 这个汤里边有了 就要吃н Lo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